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增加了很多定制选项 把设置权限直接交给用户 但这个功能是隐藏的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激活 除此之外 今天还会分享 当Windows更新完成之后 如果文件丢失 怎样找回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 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 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 Microsoft应用 选择Canary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等待下载并更新完成 现在系统已经下载并更新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今天穿插一个新的知识点 其实每次在跨版本更新 Windows之后 在C盘都会生成一个名为 Windows Old的文件夹 当进行升级时 系统不会删除之前的安装 而是会创建一个临时备份 包括你的文件 以防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 需要回滚 升级完成后 该文件夹会保留10天 以防需要手动卸载新版本的 Windows或恢复到之前的版本 通常情况下 系统会自动将你的文件 转移到新安装中 但如果升级后 文件丢失 可以尝试从 Windows Old文件夹中恢复它们 如果跨版本升级之后 该文件夹不存在 可以尝试显示隐藏文件 要从Windows Old文件夹中找回文件 打开Windows Old文件夹 然后访问Users文件夹 进入你的用户资料文件夹 找到存放丢失文件的文件夹 这里分别对应着原来的桌面 文档 下载 收藏夹 音乐 图片 还有视频 其实就是左侧这一列 更新系统之前的内容 这个文件夹非常大 也非常占用C盘的空间 如果确认没有需要恢复的文件 或者以后不会系统还原 可以将该文件夹删除 但是不建议直接删除该文件夹 在本地词盘C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 选择临时文件 这个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Windows Old文件夹 占用空间11.5GB 选中该选项 点击上方的删除文件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等待删除完成 现在进入本地词盘C Windows Old文件夹已经不见了 在下载新功能的激活工具之前 先来看一下原来的传递优化设置界面 请记住这个界面的大概选项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e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载之后 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e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导航到新的传递优化设置界面 下面多了很多设置选项 这些选项对于在多电脑环境下特别实用 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留下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请进 articles五 unconscious 这个文章选项 那时间 你要右和这一 sound